五谷城泰路上的高速公路桥梁日前遭连接拖引车 因超高而撞击到护栏 造成护栏掉落 虽然无人受伤却严重塞车 明代请高速公路局进行检讨并做好桥梁安全维护的检视 同时请交通局在前三个号制登时就装设限高号制 五谷城泰路上的高速公路桥梁未避免货车直接撞击影响安全 在桥梁前方装设了防撞护栏 日前有辆不明当地环境的连接拖引车 因超高撞击到护栏造成护栏掉落 虽无人员受伤却严重塞车 为此立委洪孟凯与市议员宋明宗立即邀请相关单位办理会摊讨论 陈泰路的高速公路底下的寒洞 限高在4月30的中午12点半的时候 经过一部车不了解地方的形势 一个连接投影车 把那个高架撞掉 造成了一个整个交通的大阻塞的危害 立委洪孟凯表示 会刊中针对护栏的安全性 请高速公路局进行检讨 并在两个月内做好桥梁安全维护检视 两个月内一定可以把它给恢复原状 另外我们也要求高速公路局一定要做好一切基础的维修跟检视 绝对不能再发生说有大货车撞到之后 这个高速公路护栏的桥墩就掉下来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这次没有公安意外 我们不希望下一次类似的意外再次发生 要求高速公路总局能够做一个彻底的检讨 经过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马上下定决定 就是在前三个号制灯口来专设警告标志 一个限高标志 不要等车辆已经到了现场的时候 才知道这个有限高的标志 造成了下一次的危害跟安全 市议员宋明宗表示 请交通局在前三个号制灯就装设警告限高号制 不要到了桥梁前才发现限高时的大型车辆到此回转 不易造成回堵 其能早日提供给民众一个良好安全的用路环境 记者胡宇轩五谷采访报道